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港媒爆出了最新情况 由于刘家辉被传因为财政困难 要靠粉丝卖T恤才能筹到入院费 境况惨淡 徒弟凡一敏无奈紧急出面回应媒体 澄清他的财力完全没有问题 粉碎谣言 从刘家辉的主页可以看到 上面确实有在售卖印有偶像肖像的T恤 有不少外国粉丝都买来穿在身上 令自豪地晒在网上 于是坊间有创文称粉丝帮他卖衣服 是在为刘家辉筹集疗养院的住院费 令人担心他的经济是否出现问题 对此刘家辉的徒弟凡一敏回应媒体 称这是一场误会 师傅有好多朋友都很有心 这次是国外一些粉丝建了个群 他们自发地帮师傅卖一些东西 并不是用做生活费 而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纯粹是粉丝的一番心意 我有告诉他们不要搞筹款 这笔款我收到之后都给师傅当零用钱了 当记者问到刘家辉的住院费是否出现困难时 樊一敏回答 完全没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我照顾了他八年 他在安稳地过他的復健日子 至于刘家辉近况 樊一敏向记者提供了他的见照 指出他现在十分的精神 而且还胖了不少 从照片中确实可以看出刘家辉神采奕奕 仿佛回到了西市的模样 此外 樊一敏还向媒体分享了一个关于刘师傅的喜讯 就是早前丹麦哥本哈根颁发了一个特别奖给刘家辉 以表扬他在演艺上的贡献 樊一敏说 原本他是想亲自去领这个奖 但因为特殊时期无法前往 所以这个奖就寄给了我 之后我会转交给他 其实因为特殊时期的关系 我都不可以去探望他 我都是透过视频告诉他得奖了 虽然他嘴上说着无所谓 但我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开心 我要补充的是 院里的护士对他很好 整天陪他聊天姐们 不过其实他有电视看 就已经很开心了 刘家辉年过六旬 虽身为一代打星 晚年的生活却一场惨淡 让人心深感慨 综合娱乐圈大半个世纪的武打明星刘家辉 是黄飞红的徒孙 也是李小龙的同门师兄弟 他走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是当时至首可赦的武打明星 后来武打片势弱 他就转投TVB 并饰演了不少经典角色 刘家辉1955年8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 本名贤锦西 他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黄飞红的第三代弟子刘战 并改名刘家辉 和刘家梁 刘家荣成为了兄弟 从这以后刘家辉便开始了学武的路途 在影坛闯荡了数十年的刘家辉 有着众多的代表作 年轻的时候 他凭借着《少年三十六房》中的三德大师大红大子 创造了一个奇迹 俊朗的和尚形象 硬瞧硬马的功夫 把《少林寺功夫》电影推向巅峰 与汪宇的双生搭档 撑起了刘家般的大半江山 成为邵氏最耀眼的两个明星 这部电影不但是该年香港的十大卖作片 也在国外获得了不错的回响 甚至在日本有人为刘家辉成立赢友会 而刘家辉也因为这部戏被外媒称为《东方尤尔·伯莲娜》 同年刘家梁指导《中华丈夫》 刘家辉饰演自幼从日本回祖国读书的何涛 练得一手好功夫 面对日本七大高手的挑战毫无聚色 真乃大丈夫 凭此电影奠定了刘家辉功夫巨星的地位 1981年 刘家梁指导了武馆 刘家辉饰演了年轻气盛爱惹事的王飞红 与王龙威的这段《相战》可谓是经典 打了足足六分钟 把红拳硬功夫发挥到了极致 1982年 刘家梁指导十八般武艺 刘家辉饰演神大弹的硬气功高手 练到了刀枪不入的境界 最后被刘家梁饰演的雷功破了气功 之后又出演了一系列的功夫电影 《少林搭鹏大师》《一单二立三功夫》 《烂头盒》《五郎八卦棍》等都是经典的武打片 然而在八十年代末期 武打片开始走下坡路 力捧他的少事也不再拍电影 刘家辉突然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阵地 尽管之后他转头去了TVB 也只能沦为配角 但他并没有放弃每一个可以演出的机会 1993年 参演由周星驰 李立直和立直导的动作喜剧片《唐伯虎点灸香》 在剧中饰演夺命书生 并与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对打 虽然是大反派 但感觉很逗效 毕竟是和周星驰搭档对手戏 肯定少不了五里头 1994年 与刘德华正少邱李嘉欣 连妹主演功夫电影《罪犬3》 饰演剧中大反派李孤军 2000年之后 刘家辉转战内地 出演了《仙剑奇侠传三里》的《斜剑仙》 值得一提的是 他甚至在昆廷塔伦迪诺的《沙斯比尔》 饰演一名杀手 在好莱坞的大荧幕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刘家辉饰演的疯狂八十八人组老大 乔莫尼表现十分抢眼 刘家辉彻底火了 从此开始主攻演艺录 而刘家梁也凭借这部戏 获得了第24届亚洲影展最佳动作效果奖 自那以后开始身兼数职 演员编剧啥的都自己干 他的演艺录似乎变广阔了 不过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就在事业走上第二高峰之时 命运却跟刘家辉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硬条硬码的功夫电影 慢慢地被特效取代 刘家辉只能饰演一些配角和反派 一直到拍完《龙门飞甲》之后 因为摔了一跤导致行动不变 接踵而来的还有七里子散 真是令神感慨唏嘘 2011年 在电影里刀僵不朔的著名打星刘家辉突然中风 从子瘫痪在床 右边手脚行动不变 及口齿不清 需要接受长期康复治疗 及做轮椅 至今已十年时间 圈中好友都纷纷探望 华仔更是一度痛哭 提出要资助刘家辉 让他度过这个难关 刘家辉病倒前 离过两次婚 有两个前妻 以及三个孩子 离婚后他们都远赴美国工作 生活 在拍摄《蒙鬼舞厅》之后 刘家辉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爱情 女方是来自泰国的马飞凤 1991年 和第二婶太极妻子马飞凤 在香港签字结婚 婚后为刘家辉生了一儿一女 结婚刚开始的那几年 两人关系很好 刘家辉的事业也发展得很顺利 2009年 刘家辉送儿子去新加坡读书后 两人因性格不合 双方正式签署离婚协议书 有媒体从刘家辉妻子口中得知 说是刘家辉成名之后 喜欢喝酒 而且太花心 由于妻子有宗教信仰 所以一忍再忍 不愿意拆散家庭 离婚后刘家辉不忍心 让妻儿子女受苦 将在奸到物业一半的叶全 转名给大儿子显俊龙 虽然感情没了 但是有那段难忘的过去就挺好的 刘家辉再次过上了单身汉的生活 虽然他不用再为家庭操劳了 但是刘家辉已经年过半百 总得需要神照顾 他的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不过这不是最让刘家辉伤心的 是两任妻子都不曾来医院看望过他 本来他与两名前妻都断了联络 但在他病倒之后 第二任前妻突然带着儿子出现了 不是去探病而是去要钱 当年刘家辉离婚的时候 把大部分物业股权都留给了儿子 他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了 但前妻不管不顾 用尽各种方法压榨刘家辉的油水 最后更是直接霸占了他的一套房子 为了防止财产进一步被霸占 刘家辉雇了一名叫做Eva的经纪人 帮他处理相关事宜 可没想到这是一场更大的阴谋 前妻前脚才霸占了他的房子 经纪人后脚就偷偷侵吞了刘家辉的300万片酬 经纪人在2012年的时候主动辞去了职位 但是却执意要帮刘家辉保护数百万的财产 不愿意把钱归还给刘家辉 他说要等到刘家辉完全康复才会将钱归还 这件事情让刘家辉伤心欲绝 他没想到自己信任的助手居然想要私吞自己的财产 愤怒的刘家辉只能拖着中风的身体前往法庭 而在法庭上他的儿子为了多分些钱竟然跟经纪人连撑一线 刘家辉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没想到亲儿子居然联合外人一起坑自己的钱财 虽然刘家辉赢了官司 但他大受打击一直消沉快速消瘦下去 体重从原来的150斤跌到90斤 受过银巡 憔悴到不敢认 2013年2月 刘家辉的儿子险俊龙去医院看望刘家辉 却发现刘家辉已经转到了其他地方 报警之后才得知刘家辉在一处养老院休养 于是上门拜访 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老父亲不愿意见到他们 他这一生先是经历了寄神篱下的痛苦 中年又是两段婚姻的不幸福 到了晚年 居然还被突如其来的中风和家庭财产争夺 闹得心神不宁 幸得土地樊一敏帮他追讨回财产及悉心照顾 而在樊一敏的悉心照顾下 本来已经万念俱灰的刘家辉 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人生真的没有谁能够一帆风顺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似乎才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事情 希望刘家辉接下来生活幸福 安度晚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